香嫩多汁 煙燻鵝肉 名人同推 趕快follow 还有必点的杏鲍骨香肠呢 这附近有一家 我跟我男友常常外带的美食 因为你也知道 我跟我我很爱外带 你很爱外带 是很爱在我们节目外带 对 然后我带你去一家 因为护萨的鵝肉其实很有名 我们刚刚吃过鸭肉 但鵝肉很有名 我带你去一家 我跟我男友常常外带的鵝肉店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而且等于是好 我又可以外带了 工器丝 要在外带 外带 男友等我 董事长 小姐姐 打包鵝肉的话 我也要 算我一份啦 网友称沐星路二段 这边叫鵝肉一条街 尤其这家鵝肉老店 更是小姐姐的最爱 墙上满满都是名人签名呢 他们家的鵝肉有多好吃呢 看店里人潮就知道 赶快进去找位子开吃吧 我先讲喔 是不是很值得外带 我先讲喔 你刚包的那个什么 什么500鵝肉啊 你要自己付钱喔 我不要 我不管 人家叫老板切500鵝肉 你自己要付钱喔 没有500啦 300 250而已 来啦 我先讲一下 我们早上有吃过烟熏鸭肉 对 也有烟熏的 烟熏鵝肉比较少 但是烟熏鵝肉也不好处理喔 而且他还帮你去骨 然后直接去在这边 他这个看出来就是腿 就是鵝 腿 对 你看 香肠 杏鸥菇香肠 对啊 它里面这个包的是杏鸥菇就是 太酷了 其实我每次好都没有点这个 杏鸥菇香肠 但是好像必点喔 然后你看它米雪糕 撒花生粉还有酱料 就像外面那整桔的有没有 对 没错… 这个也一般那个… 一般是在夜市比较看得到 对 但是一般店家不太会这样做 但是这边这样做很棒 我爱花生粉 那就先来鵝肉吧 你先 好 我先 这烟熏味好香喔 它烟熏的味道很强烈 我觉得它烟熏算重 它烟熏的味道算重喔 可是比较多的是烟熏味 那个咸味我觉得反而没那么重 对… 它是烟熏的香味很重 而且烟熏是冲出来的 对 然后它会在你口中留了很久的味道 很香…真的很香 有点你知道有时候吃过油 或者过多会有点恶心 它不会耶 而且它的鹅肉其实也满嫩的耶 很嫩… 每一口肉跟肉之间呢 都…感觉都有夹那个油脂 油脂在里面 对 那个水分 但那油脂吃起来好香好舒服 看那个鹅油在里面 所以其实你每一口 你都可以吃到就是非常滋润的 那种鹅肉的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水分多 所以吃起来相对来说 也会比较嫩 再这样 它肉质也算是 本身也是嫩 就是我刚刚吃的鹅肉 到现在都还没有吃喔 那个烟熏味它是会慢慢就是 很久 从嘴巴然后到你的喉咙 连你的鼻腔都会有一点点 那个烟熏感 不只皮喔 连肉都是 对…它连肉的烟熏味都有 基本上它烟熏就是很浓 但是它沾了这样之后 它多了一股甜面酱的味道 甜味… 刚刚我有问老板 没有愿意透露这个酱 用什么方式调的 因为老板说这是他们的独家秘方 这个真的很不错 它的酱吃起来蛮特别的 它其实酱有一点点 一点点很微的一点点辣辣感 一点点 一点点 可是甜味添多 不得不说这个鹅肉真的可以用 香嫩多汁来形容啊 台台台太好吃了 除了鹅肉独有的嚼劲 煙熏香味十足越嚼越香 沾了店家自制的沾酱 甜中带咸更有另一番风味 一样很搭很match 可能一不小心 就会青苔扫光了 但我真的满期待这个 因为我真的是 你有什么好期待 你刚刚都吃了一条喔 你要期待 我不能假装一下 期待一下吗 你假期待 我假期待 杏鲍菇 杏鲍菇香肠超棒 这么酷 我来吃 很特别耶 口感很好耶 很好 因为我原本以为它油脂很多 吃起来会不会比较油 不脆耶 不会 它反而吃起来是那种 嫩和汁多汁的感觉 因为它加了杏鲍菇的时候 杏鲍菇基本上会让猪肉变少 然后这个你吃起来 会比较不油 会比较不油 难怪 我觉得它的油脆感很棒 你吃不到太多的香菇味 就杏鲍菇的味道 你会觉得它就是香肠本身的东西 对 就是猪肉里面本身的东西 你不会觉得中间卡了一个 杏鲍菇的感觉 但口感很特别 口感外层因为炸过之后脆脆的 嫩嫩弹弹的杏鲍菇 味道完全融在里面 所以这家常吃起来 你会觉得好像是有点嚼劲 可是这为什么有这么嫩 对 那种感觉 最后一个 好 它的香气很足 然后上面的油膏呢 看似是增加它的甜味 然后但是也让它容易可以沾上花生粉 那个油膏有 它有一点点甜味 一点点甜味 然后米血本身就是米的香味 然后其实花生粉它 它没有甜味 花生粉就是 没有 花生粉 增加花生的香气 所以它其实味道来源 主要是它的酱料 这家很好吃 但外带还是自己付钱 而且都快吃完 我要怎么带 你看 不是包了300吗 250 董事长 我相信董事长 不会跟我计较这种小钱的 可是董事长其实都默默 会在关心我 真的 董事长 我们会努力 每次看到我都问我说 有没有努力 有 我们有努力 李懿也很努力 董事长 250是小钱好不好 我们会为你赚250万 要赚250万回来可能有点难啦 少打包一点比较实在 开开玩笑的 多介绍好吃的给观众就好啦